第2的七题 所以它就是有所谓的加速度 加速度可以是大小改变 也可以是方向改变 也可以是两个都改变 所以选项B就是对的 因为轨迹并非一直线 所以它做加速度运动 选项C 从A点到B点的过程 其动能减少 而其重力未能增加 题目上并没有明显的显示动能有减少 但是我们知道它的重力未能没有增加 因为它是在一个水平面上滚动 它的高度没有改变 所以重力未能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出 求从A点到B点的过程 其力悬能守恒 这个是有很大疑问的 如果看前一题的动能减少 那当然力悬能就不会守恒 同时我们说的动能跟重力未能会守恒 是仅受重力作用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一题显然它还有受到其他的力量作用 这个时候还会有力悬能守恒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的选项珠就不要再选它了 第27题问我们说 下列其叙述了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球的运动轨迹并非一直线 故它做加速度运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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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